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第二大的富豪,他的名字叫安南达克里斯兰,他拥有81亿美元的身价。 他的一个儿子独子,十八年前放弃了一切城市的虚滑和荣华富贵,顿路空门,他在泰国森林里引修。 他的法号叫阿江斯里芬洛,自从这个阿江斯里芬洛顿路空门,被媒体知道是大马第二富豪的独生子后,网络上红发影片点几率飙升。 他为了寻找人生的真谛,放弃家业,追随佛法,成为一个出家人。 他的母亲是个泰国人,英国留学,他曾经从事新闻工作。 这个阿江斯里芬洛顿路,他现在出家之时只有二十多岁。 一个现代版的释迦摩尼佛的故事,释迦财万贯,如佛云,追赎救度众生。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的榜样,这就是视人间为虚无,我们的心中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。 你要想拥有财富,你是要拥有在心中的精神财富。 想要拥有真正的自由,你只有从内心开始修正自己。 知足之后,得到的是拥有,拥有只会在精神上得到,而永远不会在物质和物欲上得到。 所以,我们要拥有一颗慈悲善良,无私的心,我们就拥有了一切。 就如我们经常说,舍弃的烦恼,你才会拥有幸福。 奥! 大家会拥有幸福吗? BU 달